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像秋天的骨髓低调的饱满轻松的喜悦 只要看到他的微笑呢 小微笑就安心了 青山依旧在笑座高窝人 他在稳如石安若山 现在的小展呢 跟刚刚出道时候的他比起来 说是脱胎换骨也不为过 气势出来了 他的身形依然是瘦长的 笑容依然是明亮的 可是呢 就是有一种让人心生敬意的气势 气势是无形的 可意会难言传呢 让人看到的人呢 会深刻感知 他就像是武侠小说中所描述的 见记或者是内力 置敌于无形 我记得看过一则历史小故事 有一次曹操在接近匈奴使者的时候 特意挑了一个高大威猛的人 假扮自己 而他装作小兵站在后面 愉快地会晤之后呢 曹操派人询问 这个使者对魏王的印象如何 使者说 大王风采如雅 远超常人 可是弱伦英雄呢 旁刀持刀的人才是真英雄啊 使者没有跟曹操说过话 为何认为他能够成为英雄呢 用现在的话说呢 就是他有发有英雄发即气势 如今的肖战呢 人稳不言 心中眼中 皆是慈悲宽和平静 却有了不忧不惧 一意孤行的气势 我们大多数人都是爱慕强者的 肖战一直就很强 即使在他还是小透明的时期 也能够看得到他折不弯的骨和气 还不似如今 去掉了过多的柔软 去掉了繁杂 单刀植入的尊重内心而去 无谓结果也不回头 他一个人在无边的风暴中 自渡冷暖自知 里巴绽放出了令人惊艳的光亮 这是苦难磨练而出的光滑 须千锤万凿才得 只为强者而来 我永远记得 他在唱《用尽我的一切奔向里》的时候 从无边的漩涡中走出来的身影 他在莫须有的罪名里 被伤害了太久 依然坚守着他的真与善 走下去 走下去 走出山寒水兽的一幅画 松石寂寂 山净水长 孤挺无言 萧瑟吗 不 干净的大眉里 你能够听到雪花开放的声音 应是粗自于霓雲霓之手 直傲的清静 他本是儒雅温柔之人 所有的他的朋友和同事 评价他的时候 都是不约而同的用过温暖这类词语 也许我跟肖战本是同类人吧 我在一开始写肖战的时候就说过他 温柔的外表之下战声清爵 九个月的网爆 他脆火而出 沉默着无言着 心里气吞万象 笑容举重若亲 比七一四十九天的炼丹炉 还要长得煎熬 走出来了一个新的崭新的他 他依然是小展 可是有什么不一样了 火候到了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做过桃呢 这是一件需要耐心的事情 一等再等 土要等着干了 火要等着旺了 桃要等着凉了 也没得商量 性质也只能跟自己较劲 等不得不沉下心来 跟时间握手言和 然后大功告成 就像小展 那些苦痛划过他的身上 碰撞出对生命的思索 一刀刀都是故事 一刀刀都是君章 一刀刀都是痛也是成长 终于火候到了 死了的过去的 现在的未来的成风浩荡 都在他的眼中了 年纪轻轻的他 经历了很多人 一辈子也不一定能够得见的恶 修炼成如今的凛冽之姿 这一世间花开千万朵 可赏心呢 也只那么三两只 为着这一些喜悦向前奔去 一路刀销复刻又何妨 该删除的删除了 该远离的远离了 该说不的 就干脆利落一个步子 也不着急忙活赶路了 心闲下来了 慢了淡了 小展不急不缓的抬眼 他的眼神依旧天真而又坚定 如琉璃 欲视环境黑暗 月见光发璀璨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感谢大家